转开水龙头却无水可用 花莲瑞穗乡其美部落居民 已经将近两周面临无正常供水的情况 全因减水管线损坏 居民无奈诉说没水的不便 真的很麻烦 也不能洗衣服洗东西都没有办法 要到过河去调水 那个水源地嘛 然后两次都有呢 大家顶的有两次 停水至今两周 加护水塔的库存几乎见底 部分居民到山区接山水管线苦撑 但供水不稳定 因此大家只好每天挑水相当不便 监水管委会日前已经向公所反映缺水问题 现在我们都是去比较远的地方提水 大家也都去那边 所以水量不是很大 我希望公务单位能够赶快地 处理这个水的问题 让我们能够村民有水可以饮用 公所回应 海溃台风灾后修复补助款项 会涉及到采购问题 无法立即指引 因此先以箱内预算 解决当前之急 现阶段有请消防队 协助送水应急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用箱内预算 先紧急地修复 先让他们箱民赶快 先有一个水的部分 等我们箱民有了之后 我们会在排定会刊 先抢修一些 让上次台风所造成的问题 公所将一部落需求 另辟第二取水口 目前正进行水泉 以及土地租约等行政流程 预计明年提报 113年度 简易自来水修山计划 希望借此改善供水问题 至于何时恢复民生用水 居民希望行政机关 拿出积极作为协助处理 文件卫视江碧院华林采访报道 文件卫视江碧院华林采访报道